进行冠状病毒疫情白热化 马来西亚于3月18日实施行动管制令 使得每日往返新加坡籍柔佛的马来西亚籍客工 顿时间流离失所 进退两难 慢慢再看下去的时候就发现 有些他是睡工厂的 然后有些是可能睡办公室的 然后接下来又看到更差的 就是可能只是睡个纸皮 所以我就尽可能说 希望可以去了解到底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那我们昨天深夜12点的时候就先来勘察 看看他们的情况 人数需要什么东西 不管他是来自哪里 今天我觉得不管是谁 他这样子露宿街头就是一个很不仁 所以我觉得说也不是说因为Yuki的邀约 所以我们才要帮他 可是如果发现的话就应该给他们帮忙 新加坡政府于4月7日起落实阻断措施 非必要性服务的工作场所将暂时关闭一个月 该如何妥善的安置滞留的客工 也成了新马两国防疫工作的一大挑战 大约新闻 陈雅英 彭润平 新加坡报导